大家好,0528-1955-2021 这个据证券时报的报道 截止到4月底,4月29号收盘 目前已透露2020年业绩的上市公司中 包括ST海航在内 共有14只个股 2020年亏损超过其总市值 现在资产是负数的 其中ST海航640亿元的亏损额 超过他公司两倍的市值 还有ST康美、ST仲泰 则分别亏损了277.36亿和108.01亿元 紧随其后 海航亏了640亿 那么A股上市公司陆续公布2020年的年报 四家航空公司有14只个股亏损 去年超过其总市值 四家航空公司总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无一例外的出现了亏损 去年 国航亏损144.09亿 南方航空108.42亿 东方航空118.35亿 就是国航南航东航分别是140多亿 一百零几亿 118亿 国航亏的最多 海航640.03亿 四家主力航空公司合计亏损超过1000亿 你看144.108是252 252再来一个118是270 270再加640 1010是吧 1010 1010 然后我看看啊 1010 然后0.9加0.42 1.32 1.32加0.3 1.62 1.62 再加一个0.35 是1.97 加1.97 等于是1011.97亿元 还行吧 我这脑子 哈哈哈哈 1011.97 1011亿 啊 零 7900万 ST海航啊 更是以巨亏640亿的成就 创下了A股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记录 反正这不是都传说吗 什么郭文贵之类的 很多人都爆料 他们把资产都转移到境外了 是吧 然后欠了好多银行的债也不还了 对吧 海航还要在那个哪儿 那个马德里还有买买足球俱乐部吧 然后还买什么酒店啊 然后他们那个海航还是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 对吧 现在不是传说吗 都是转移到境外了 然后在纽约啊 那什么什么陈锋王剑这批人买大豪宅 是吧 除了他们之外 下边那几个主要的头也都特别有钱 在境外 买各种的资产 刷新了之前的ST盐湖 2019年年度净亏损458.6亿元的记录 一年亏损640亿 每天亏损1.75亿 有人戏称按线形百元大钞尺寸 大约每6.5张的长度为一米啊 然后640亿元的百元钞票 可绕地球赤道2.5圈 亏这么多钱 到19年底海航控股的净资产 只有514.98亿元 股东的资产全部亏完了 还资不抵债呢 如今的海航彻底成为负资产 而在四年前 2017年前 ST海航的盈利能力 是每年30亿元以上的净利润 但有的时候 他的净利润是他的财务人员 做出来的数据 是为了给他那些债主 给他那些股东 给他那些员工 以及资本市场上 那些买他们股票的投资者 看的 不一定 这中国呀都是假账 真挣钱的 他报成亏损 亏钱的 报成盈利 都是这样 ST海航2020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且公司2020年的财务年度 这个年度财务报告 被普华永道中天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普华永道就是四大之一 还有什么安永 有币马威 是吧 这些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3.2的相关规定 公司触发了 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 将在2020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告 警示 然后他们海航也说了 我们要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就是拿大钱来砸的 几百亿还给你投 还有人投吗 是吧 你这都无底洞 是一大坑 北京话叫田炫 给你田炫呢 天玄地转的炫 是吧 这个这个 重庆五龙不是有一个天坑吗 老天爷外星陨石砸一大坑 这就相当于砸一大坑 谁给你填呀 无底洞填不满 回头给了你们钱 你们又把钱给挥霍了 浪费了 贪污了 错误决策了 转移境外了 谁陪你玩啊 根据规定 如果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 或连续两年被出具 或者拒绝无法表示意见 则会被暂停上市一年 三年为负值就会被退市 也就是退到老三板交易 海南省高院 已于2021年2月10日 裁定债权人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 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截止到4月29 ST海航的股价为1.62 总市值272.3 亿元 国航 一季度营业收入145.81亿元 同比下滑15.5 东航 133.95亿元 一季度 同比下滑13.2 南航 是唯一一家营业收入 同比实现正增长的航空公司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客流量急剧减少 南方航空它没减少吗 营业额 不清楚啊 三家国有航空公司将亏损归结为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航空客运市场 预计2024年才能恢复到19年的水平 2025年才能恢复 全世界都受打击 经济受到重大打击 不仅仅是航空业啊 宾馆饭店业 旅游业 餐饮业 物流 实体经济 非常严重 人类的大自然